UBS 瑞银集团 是全球最佳私人银行的象征 原因很简单 他们对于所有的银行存户 特别是那些财富不外露的富豪们 奉行银行保密制度的瑞士 绝对是个理想之所 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中 教会长老博物馆馆长 将最深奥的秘密 存入欧洲最保密的私人银行 但也恰恰是这个拥有 众多神秘银行的地方 向台湾政府申报 陈水扁子女的洗钱先饮 让台湾为了前第一家庭的脏案 轰动沸腾 如今人们开始发现 私人银行不仅常常和洗钱 拉上关系 还成了避税的孪生兄弟 去年的金融喊笑 让人们再次意识到 全球金融监管有多么重要 这也驱动着美国政府 寻求国际合作 打击本国国民 利用金融一体化 所展开的避税行动 在美国司法部门的紧逼下 瑞银承认 在未违背 瑞士银行保密法的前提下 曾经帮助美国纳税人隐瞒收入 并且向美国政府交纳了一份 250名客户名单 和7.8亿美元的罚款 半个月前 美国与瑞士正式签署了协议 瑞银将再向美国政府 提供一份4450名涉嫌 开设秘密账户的 美国客户名单 瑞士银行先后两次同意 交出秘密账户 似乎也打破了瑞银 为客户保密的不破惊深 而对于早已是公开秘密的 客户避税服务 瑞银为什么会向美国低头呢 欧洲老牌银行 根深蒂固的银行保密原则 是否会在一夜间瓦解呢 今天的财经正前方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神秘的私人银行 和阳光下的避税天堂 2008年5月 部分美国富翁被揭发在瑞士 及其他国家开设秘密账户套税 美国司法部门 玄机着手调查瑞银在美国的 私人理财业务 2008年7月1日 迈阿密联邦法院正式向瑞银 发出传票 要求瑞银协助公布部分账户信息 证据确凿下 2009年2月18日 为了换取撤诉 瑞银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缓期起诉协议 瑞银向美国政府提交250个涉嫌逃入税客户资料 并向美国政府缴纳7.8亿美元的法金 2001年的9月11号不是发生了一个很大一个事情吗 纽约那个大楼被炸了 他们发现了 比拉登 拉登同志 在瑞士银行有账号 所以美国那时就为了这个事情 比较恼火 要他交出这个 他那个账号的详细 那个内容 一直没交就是 虽然这个大概是美国政府非常恼火的事情 UBS为什么让步呢 因为他现在美国的义务很大 他不让步的话 他那边要牺牲很大的利益 所以这会让步是有条件的 然后呢 他说你不能给我起诉 还有一个 他的一些高层 不是美国要起诉他吗 他说我交出名字来 你要豁免我们的高层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罪行就是 所以这几个考虑 使得他们交出名单来了 由于抓住了瑞士银行的把柄 美国司法部继续发难 2月19日再次起诉 指控瑞银涉嫌帮助美国客户 逃入税的账户 多达5.2万个 查税纠纷争议的数月之久后 8月19日 美国瑞士两国正式达成协议 瑞银向美国财政部国内收入署 提供了一份4450名美国客户名单 这些人涉嫌开设 任意账户已逃避税收 我认为是美国连续多年的财政资质 就是他的财政收入 远远低于他的财政开支 而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是中东战争 伊拉克战争开始 每一年几千亿的这个战争费用 所以他觉得现在呢 这个财政资质太巨大了 他想办法要增加财政收入 那么他一查 这个美国最有钱的人 就是有钱人 多在那里多多少少的避税或者逃税 所以呢 把这个政府有点恼火了 美国是一个全球征税的国家 美国政府的收入中 也有大约80%都来自个人纳税 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口又支付了60%的个人纳税 这显然是美国政府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被金融危机闹得入不敷出的美国政府 对于逃税的问题自然要严惩不待 矛头直指私人银行中的美国富豪们 瑞银也顺理成章的就被率先拿来开刀 瑞银牵扯到的不明资产高达148亿美元 其相应的税额数目巨大 对于急于开源节流的美国政府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 客户虽然是美国的 银行却是瑞士的 到底是瑞士的监管神圣 还是美国的法律更加不可侵犯 这一场查税纠纷 让美国与瑞士两国的关系一度紧张 也让私人银行的经理和客户们高度关注 因为最终的结果不仅 关乎着美国对于避税行为的打击力度 也冲击着私人银行一贯奉行的保密传统 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银行业中心瑞士 身处欧陆心脏地带 为求在周边大国的激烈斗争中存活 瑞士从1515年起采取中立政策以求自保 而银行业保密制度神圣程度 在瑞士绝不亚于中立政策 瑞士对银行保密的这种做法 大概超过300年的历史 非常非常古老 同时瑞士我想我们都知道 他在这么复杂欧洲的政治地缘关系里面 一直是一个永久中立国 他有他的历史的源源 瑞士之所以能够一直维持这么一个独特性的地位 在银行金融业的保密这么严谨 主要是因为它有很透明的司法制度 严格的执行法律的能力 在1934年 瑞士联邦的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 把这个违反对客人保密义务的这个责任提升到刑事责任的层次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银行的从业人员 没有经过瑞士法院的同意 或者是命令 就把他任何客户的资料透露给第三者的话 他要负刑事责任 这是这项严格保护客户隐私的法律 使瑞士银行得以吸收世界各地的巨额资产 瑞士也成为世界上吸收离岸财富最多的国家 瑞士银行金库中 正保管着大约两万亿美元的境外资金 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财产 很有趣的就是说 在瑞士的刑法里面 逃税 Tax evasion 不是一个刑事问题 不是刑事犯罪 所以造成了一个后果 就是说 很多国家 尤其在欧洲 在二次大战 纳粹德国在这个蹂躏欧洲的时候 很多国家犹太人 把他的钱放到瑞士去 再加上或者是二次大战以后 拉丁美洲 因为政治的不稳定 很多有钱的家族 把钱放到瑞士去 三百年的保密传统 加上逃税不是刑事问题 使瑞士成为全球避税天堂 如果不是美国在这场避税纠纷中占了上风 瑞士银行业天堂的日子还将继续 而专为夫人打理财富的私人银行业 也不会因为涉嫌逃税 迎来众多非议 在私人银行 整个财富管理这个范畴里面 大致上把客人分成三个不同的等级 一个叫做Ultra High Networks Individuals 就是超高所都是超高端的客户 它这种客户通常是指出一个户头 一个投资的金额 大概是在2500万美金以上 那第二个等级是指在100万美金 到2500万美金之间这个等级 这个等级叫做High Networks Individuals 也就是所谓的高所得的客户 或者高资产的客户 那100美金以下叫做Mass Effort 就是一般的比较大众的这个等级 私人银行最早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日内网 一些欧洲贵族应常情真正在外 而将巨额财富交给留守的贵族代为管理 逐步形成了第一代私人银行家 私人银行业务实际上是一种私密性体强 专门针对富人的金融服务 针对每一位客户量身定做 做一个很贴切很贴身的一个财务的计划 那这个是私人银行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目的 所谓跟客人很贴近的这种交往的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你要了解客人的需求是什么 趁着他的游艇去出海 就跟陪客人打告符球 或者是跟客人去吃个饭应酬 这个其实都本质是一样的 这没什么 除了这个理财规划以外 那么也要帮客人做一些其他额外的服务 比方说我们也在以前的 我了解一些金融机构 甚至有成立个专门的单位 帮客人去订饭店订机票 他全球去旅行的时候 这都举手之劳 因为这个金融机构本身就有这个资源 这不是问题